那今天這部影片呢 我們來介紹一些在恆春必吃的同班美食好了 當地人都說是觀光客吃的 但是呢 我身為一個觀光客就來嚐一下 所以我覺得有沒有燒焦味 是一杯豆漿的靈魂 喔 有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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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子啊 喔 各位早安 今天的恆春一樣是太陽非常的大 喔 屏東的太陽真的 我真的給這一支太毒啦 那今天這部影片呢 我們來介紹一些在恆春必吃的同班美食好了 欸 不一定同班美食 好吃的我就來介紹 大概會有五六樣吧 那因為現在大概早上八點多 昨天休息的非常爽 那我們要來吃一頓豐盛的早餐 早餐 這個早餐呢 就在南門 嘴巴怎麼了 在南門旁邊叫做文浩航 聽說齁 是在地人都會推薦來這邊吃的 一個古早味早餐 我們就吃起來吧 等不及啦 喔 很多人喔 餵在南門旁邊的文浩航 餵在南門旁邊的文浩航早餐 賣的品項雖然不多 卻是每天都大排長龍 二話不說 先點個招牌雙肉片加蛋的漢堡試試看吧 這個就是他們的雙肉片加蛋 這個就是他們的雙肉片加蛋 然後是機器座 他這個都是手打的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所以這吃起來的感覺是什麼 他煎得很香脆你知道嗎 這個真的很會 然後味道也蠻重的 不肉片 然後再來是他的漢堡 漢堡的 肉片就一般般 可是呢 他因為他的肉噴拍得很好 所以特別的香 奶茶還是很可疑 他這奶茶是鮮奶茶 而且他因為是半開放的廚房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瓶的奶茶這樣往裡面倒 這隻的 真的只有到中南部 才能喝到這樣 整瓶牛奶都倒下去的奶茶 這個漢堡我可以吃兩到三個喔 因為他分量不大 就看一下他的蛋餅到底是否還好 好因為呢 我等一下還要支持非常多間的小吃 所以他這邊招牌蛋餅 欸 我就沒辦法點了 排隊的全部都是來點的 在等那個蛋餅你看 但其實文好航的蛋餅 才是讓他名聞俠爾的原因 看這個蛋餅皮 讓我想到了蚵仔煎 要不是等等還有很多東西要吃 我一定點一份來試試看 沒有 打一打 幾八八嗎 對 那你還飽 還飽 我還要幾天小飯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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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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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快快 快快 看到那個蛋餅這樣子 阿嬤自己又親手這樣子做的那個米漿 我覺得很可以 要不是我吃不下飯 我絕對點個兩份來吃 那下一站齁 我覺得下一站這個東西算是 也是恆春人的回憶之一 它可以說是橫跨早中晚 你從早餐可以吃到晚餐 這間呢就是阿中空肉飯 OK 它就在那個中央市場旁邊 哇尷尬 結果今天阿中空肉飯沒有開 好那我們來看第二站的 恆春美食要吃什麼 剛剛很尷尬 去了菜市場 結果阿中空肉飯沒開 泰國飯也沒開 這兩個東西 竟然在零飯我沒開 真的是等於所思 好 沒關係 那我找到了我的 Prensy 好 第三個北岸 第三個北岸我們來到了 離我住的地方蠻近的 恆春南區這邊 那這邊呢 這一間很特別 這一間早餐店 它全部都是賣素食的東西 它就叫做早點之家 那因為我來的時間比較晚 已經9點出頭了 那它現在已經把那個 爐子關起來了 所以就是 你直接在上面拿 你要的東西 然後就直接去結上就好了 那來到這邊 有一個東西你要吃 就是它的水煎包 就是這個 那它這個是一份三顆 我必須要說 它這個水煎包的味道 很濃很香 你咬下去你不會覺得 它是素的 我覺得這是很厲害的地方 那裡面包的東西 有一個東西比較特別 就是我幫大家看不看得到 這個 這個比較深色的是什麼 菜薄 它有包菜薄進去 所以會蠻有嚼勁的之外 也很香 那它大小比一般的那個 水煎包還要小一點點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香菇吃下去的份量剛剛好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一定要點 就是油條 可是齁 因為時間來著晚 才六點 五六點就才會買 它因為時間來著晚 所以它因為油條不敢買 它一定要買一個 燒餅油條 你才可以吃到它的油條 但是我剛才已經吃了那個 漢堡 所以我基本上已經吃不下了 中午 下午還要留味 給其他東西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找點之下 我推薦它的水煎包 對不對 除了水煎包之外 它還有碗粿 但碗粿 我沒有很喜歡吃碗粿 所以我就沒有點 豆漿 它的豆漿很甜 我喝不很不習慣 因為真的太甜了 但是 它是有燒焦味的豆漿 我覺得 作為我豆漿 一杯豆漿最精華的地方 就是米肖的燒焦味 有些人可能很不喜歡 可是 我超愛 就像台北市大指的那個 萊萊豆漿 曾經放過主廚 煮豆漿的方式變了 我就沒有再去過 然後 之前跟Emily去的時候 欸 她又回來 所以我又 經常去廣告 所以我覺得有沒有燒焦味 是一杯豆漿的靈魂 嗯 喝了會有那種 尾韻的感覺 你知道嗎 所以我等一下休息一下 中午再繼續吃 我等一下要去哪裡 後壁壺吃生魚片 就算天氣再熱 我還是要來後壁壺給他吃一個大的 怒點20片生魚片 外加一瓶啤酒 好好的慰勞一下自己 人間美味 享受中的享受啊 阿屎 好啦 要不是我自己一個人只吃得了20片 要不然我一定給一個大份 200塊可以吃40片 因為下午 我剛剛早上真的吃太多 吃不太下 那等一下吃完 就要慢慢的回去 可是我一直在等老闆認輸的 因為他之前一直在粉絲專頁留言 可是沒有看到他 所以我要再吃得慢一點 看笑的 好爽喔 啤酒 生魚片 人生最大的享受 好 我來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是下午4點多 我剛剛回去休息剪片 然後睡個午覺 繼續來一個美食之旅 那因為現在4點多5點 這個時間有點尷尬 又不能吃太多 但是又要吃有點飽足感 我們要吃什麼 來吃一個小肚包子 就到後面 這個小肚包子呢 當地人都說是觀光客吃的 但是呢 我身為一個觀光客 就來嘗一下 它的包子到底好不好吃 我們就直接去買一兩個吃吃看好了 聽說它的那個什麼 蛋黃香菇包跟 起司包吧 這兩個東西好像不錯 我們就 Check it out 不看還好 一看發現也太多種口味了吧 這個小肚包子 加一加至少有20種口味的包子和饅頭 選擇障礙再次出現 OK好那我已經買好了三個小肚包子 其實兩個饅頭一個包 兩個包子一個饅頭啦 我們現在吃這個比較漂亮的 這個呢它是彩色玫瑰的 你看它的顏色 它大概有五六種顏色喔 拍起來就非常的美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它吃起來 有沒有像它外觀一樣好了 我吃的三口它就是一般的饅頭 皮蠻厚的 然後其實它們的包子 比一般外面在Seven看到的包子還要大 喔 好香 蛋黃 假如蛋黃就是不一樣 看 你看蛋黃真的是一整顆蛋黃 所以它的料其實還蠻實在的 可是呢我必須要說 它這個包子呢有點貴 它這個包子要45塊 所以我覺得 你可能吃一次啊 難怪平常在地的橫村人 不會買小肚包子 但我必須要說它的料真的很實際 要多實在 這是真的無庸置疑的好不好 我又再玩它整個掉下去我就玩尷尬了 如果它是借在35塊到30塊之間 我覺得我可能會常常吃 但是45塊的話我就會把它pass掉 它不如說不出說你看 這是它裡面的鮮料 算是很實在的 它能看到完整的一個香菇 最後一個呢算是網美商品 這個網美商品跟剛剛的那個七彩 對不對 炒彩色美國花很像 饅頭一樣 可是它喔 這素的 素的起司包 它跟外面剛剛那個不一樣就是 聽說它打開會 我們來試試看會不會 喔有欸有欸有欸 欸這個起司我覺得它蠻厲害的喔 喔這個實際吃起來有點像 你在吃披薩 披薩那種餅皮的那種感覺你知道嗎 淡淡的 鹹味 這我喜歡 這個不錯 像這個35塊 它剛剛這樣打開那個瞬間 還蠻好看的齁 包在 包子裡面的披薩 我可以這樣形容 它有點像起司條 不知道這樣大家裡面看不看得到 對它其實 口味 就真的很像起司條 只是它外面是用麵包 好 剩下的我 我當明天的早餐好了 要不然真的吃不下 你等一下還要吃晚餐呢 好 那小肚包子就知道到這邊 那等一下呢 時間再晚一點 晚一點 等太陽下山 我要去吃那個 聽說在恆春 很有名的 針餃 叫什麼 福記針餃 還有它的肉根湯 我超愛吃肉根的 我們就直接走吧 好啦 你有沒有看到前面這間 紅色招牌的 寫著肉圓肉根 就是我今天晚上要吃到 吃起來 你看這一碗就是那個穿著這種肉根 我覺得它肉根齁 滿分100的話我可以給到80分喔 然後這個不輸北港的香菇肉根 你不輸我小時候吃的那一種 很香耶 它這個 我覺得它的料很多 然後香菜下去 有香菜就給讚 完全就是可以啊 然後肉根雖然沒有很多 我覺得比較少啊 來一塊 一小塊給大家 來來來來 它非常的紮實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那種 有些肉根它是外面會有一層皮的那種肉根 我覺得那種我不行 但是這個 它沒有什麼皮 所以一吃下去全部都是肉 可以 好 那來看一下今天的重頭戲 就是這個福記針餃的針餅腳 它的針餃 比我想像中還要大 有沒有發現 就跟水餃一樣 吃個贓 我們先吃一個原味 我先不說 再吃一個沾了醬油 它這個是醬油 青醬油 然後加一點那個 蒜頭 我覺得呢 我在吃水餃 真的 真的吃起來就跟水餃一樣 我沒有覺得它特別的好吃 說實在 因為我現在 目前吃過最好吃的針餃在哪邊你知道嗎 在台北市的明夏夜市 欸它剛好在中段那邊 這是 我跟Emily的一個 定情的地方 不是說定情啦 就是我們每次只要 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都一定會跑到明夏夜市去吃那個針餃 這個針餃真的很好吃 這個福記針餃它比較像水餃 對 你看那個 這個厚度跟這個造型 再亮它的大小 這就是水餃啦 好不好 讓我出不意料 這個針餃所 我覺得它沒有特別的香 你知道嗎 因為有些水餃吃下去會有 噢 香味鋪筆 就像我之前去竹南的時候 蛋餅水餃 我覺得那個 吃下去真的會 有很香很香 很濃厚的味道 可是這個沒有 我給大家看一下內皮好了 OK 好了 那就點評到這邊 讓我好好的享受這個肉羹 我覺得肉羹是比這個針餃還要強的 讓我們再看一次這個讓我讚不絕口的肉羹吧 那在吃完這個針餃我原本要帶大家去吃一個港口冰淇淋 就是港口茶 就是全台灣海拔最低的茶葉種植地就在港口 屏東這邊 那因為那一間今日工修 那我今天跑三間地方 從那個焢肉餅 阿中焢肉餅 然後菜寶餅 再來加上剛剛那個港口冰淇淋都沒有開 所以代表我下次還有再來 OK 好那今天介紹了四五樣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繼續吃啦 明天就要往鵝鵝鵝鵝的方向走了 掰掰